西洋大人 每天告个你好天气 各位天气风险的朋友们 大家早安 影响台湾的这个含有冷空气 虽然在昨天已经开始减弱了 但是因为天空的原量比较少 夜间辐射冷却作用加成的这个效应之下 今天的清晨呢 在西半部的空旷地区 还是普遍出现的这个10度以下的低温 最低温还是在新竹的额眉只有6.4度 那另外像是苗栗的头屋是6.5度 新竹的宝山6.7度 苗栗的灶桥6.8度 西湖是6.9度 这些地方都是在7度以下 那感受上来说的话还是相当的寒冷 那幸好这种夜间辐射冷却的作用的低温 大概只会出现在夜晚到清晨 那等到白天阳光露点之后 温度就会明显的回升 不过呢这也造成了这些温差很明显的状况 所以说 找出晚归的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 那这种温差的变化呢 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呢是很大的 那预估今天 白天大部分地方的天气呢还是很稳定 除了在东北部东部 可能有一些林青的这个短暂震雨之外 那其他地方呢不是多云就是晴天 那晚间开始呢 因为下一波的这个冷空气前缘 会有一些水气逐渐的靠近 北部东北部一带的云量呢就会增多 那下雨的机会呢也会比较提高 会有一点这个局部短暂震雨的这个机会 那其他地方的天气呢还是不受影响 维持稳定 那白天的温度呢会比昨天还要再来的回升 那预估北部东北部一带的这个高温呢 将会回升到大概20到21度 中部还有华东地区的高温是21到24度 南部地区呢是24到26度 在阳光底下的话感觉是还算温暖的 那但是今天晚上入夜之后呢 到明天的清晨 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呢 还是要注意这个辐射冷却 可能造成了这个局部低温 那预估还是有可能会降到10到12度之间 那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呢 出现这个辐射冷却的这个几率是蛮高的 日夜温差的变化很大哦 所以说最好是能够维持这个洋葱式的这个穿法来搭配衣物 那比较能够应付这种温差大的这个情况 那如果明天的白天呢 因为冷空气前远的水气还是在通过 所以说在这个苗栗以北 然后到东半部地区呢 都会有些下雨的这个机会 虽然说雨势并不大哦 但是提醒大家要记得外出要细带雨具哦 那降雨到了下半天之后会逐渐的减少 那入夜之后呢 就有机会再恢复到这个多云到晴的这个天气哦 至于说苗栗以南地区呢 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还是以稳定的这个天气为主 水气通过之后呢 紧跟着就是冷空气的报道哦 所以说明天的白天 在北部东北部的这个高温 会下降到17到19度左右 率先就会感觉到这个温度变冷了 那中部还有花东地区的高温呢 还是维持在21到24度之间 还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 那南部的高温呢 也还是有24到26度哦 算是比较温暖的这个情况 那入夜之后的话 温度就会进一步的下降 北部中部北部东北部 这个空旷地区的这个低温呢 会降到大概10到12度哦 如果说温度散得比较开 然后又配合这个辐射冷却作用的话呢 又会有这种10度以下低温出现的这个机会 南部啊 还有花东地区的低温呢 是13到15度 那局部地区呢 是有机会降到12度以下的哦 所以说整体来看 明天的话 是一个由北往南再度逐渐变冷的一个情况哦 所以说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温度的转变 那从后天礼拜四开始 一直到礼拜天 连续四天哦 这个冷空气会越来越强 那各地的温度呢 也都是持续下降的 那还好看起来呢 是一个比较干燥的这个冷空气哦 整个天气都是比较稳定跟晴朗 只有在花东横川半岛一旦 可能还是有些低云 或者是零星的这个毛毛雨的这个机会 预估温度呢 是在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一整天呢 会降到一个低点 那到了礼拜天 虽然说有机会会稍微的回升哦 但是看起来回升的幅度也是蛮有限的 那这几天的夜间呢 因为这个辐射冷却的作用哦 在中部北部东北部 还有这个花东重谷以内的这个空旷的地方呢 都有可能会出现8到10度 或是更低的这个温度哦 那即使是南部的空旷地区呢 也会有机会降到大概10度上下 那白天的话就算是有阳光哦 然后北部东北部以内的高温呢 也都会压在大概13到15度左右 中南部还有花东以内的这个白天的高温呢 大概也只会升到大概18到20度左右哦 所以说冷空气的这个影响算是相当的明显 北台湾呢可能全天都会是冷冷的哦 那其他地方的这个日夜温差的变动性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照这个预报上来看的话 可能会冷上很多天哦 所以说提醒大家要预先做好 比较长期抗寒的这个准备 好一项气象呢 是有天气风险无限于提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